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蛋是大家經常看到的食材 無論中式、西式、日韓台的菜式 生的、熟的、鹹的、甜的 你一定有吃過 但是你跟蛋有多熟呢? 蛋有多熟,我經常煮蛋都會失敗 煮蛋糕可能會焗不熟 蒸水蛋也會蒸得太熟 所以蛋是很難處理的 蛋我很熟悉的,我每天都吃 有煮蛋、炒蛋、太陽蛋、蒸水蛋 茶碗漬,我很喜歡吃 不過說到煮蛋了 讓我露兩手給大家看,獻醜獻醜 今天的主題是蛋,殷師傅 你會介紹甚麼菜式給我們 看到我桌上的材料 就知道我是煮玉子燒 這是日式食物 沒錯 交給你 想當年我看著你的影片 讓我煮玉子燒 這樣的嗎? 然後用著年輕人的美女廚房冠軍 你的對手有些問題 對 不是你的影片教得好 Marky那時候說 用三隻蛋,然後先發勻 我們就用木魚粉 對,那個味道,對嗎? 沒錯,其實要加一些濃縮的木魚湯 然後才能做到日式的味道 我們用木魚粉,然後開水 水 水 融光後,可以直接混在蛋上 好 圓形餅? 對 我們來挑戰難度 因為不是… 厲害 家裡也有外面做玉子燒的方形餅 我們嘗試用圓形餅 做到外面的方間漂亮的玉子燒器 第一步是否用茶油 對… 對,然後你看到的泡 你可以輕輕地刀開,就會更漂亮 然後就馬上來鑊 趁它半生熟的時候 你看看能否反動 看到我慢慢反動嗎? 第一層,做得比較壞也不要緊 因為最重要是最外面的層 怎麼會?恩師傅做出來一定漂亮 對,不要再放芝士 但沒有蛋糕 我們可以放第二層 放鑊 然後一樣,鋪滿底 然後輕輕地揭開蛋的底部 把蛋汁流進去 令它黏著第二層 果然是我的拿手菜式 我先看看,我很緊張 因為我已經參與了 我已經把我的倒珠 壓在恩師傅身上 來吧,3、2、1 好 可以了 我感覺到它會很好吃 好,完成了,是嗎 完成 完成,我們把材料放上去 然後就完成了 太好了 我們的試食環節了 終於可以試試了 裡面真的看到芝士流出來 是流心的玉子燒 好吃 很軟實 沒有過老的東西,全部都剛剛好 這調味又剛剛好 你會滿意我這個徒弟嗎? 什麼徒弟?我拜師 今集我們要拆解的美美秘密 就是這些 專家團,你們是時候出動了 這裡是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的 這是一種蛋品的一個區域 這裡整條行業都是賣雞蛋的 所以你應該說得出的蛋 什麼鹹蛋皮蛋、雞蛋 全部應該都可以在這裡找齊了 我發現買蛋的地方總會有眼燈 可以照雞蛋的 但其實照什麼呢? 對,完全看不到 我知道了,是不是照雞仔? 是嗎?照雞仔? 是嗎?如果我再無法摺下去 導演就照我廢了 不如我們來找專家吧 為什麼? 其實照雞蛋不是這樣照的 最主要是看它是否通透 還有裡面有沒有黑點、雜質 就像照X光一樣 看裡面有沒有東西 對 Jeffrey,如果照到黑點,怎麼辦 照到黑點,其實雞蛋已經開始變壞 因為正常照得通透的話 新鮮的話,蛋裡面沒有任何雜質 沒有東西 對 如果變壞了,蛋黃就有機會散開 就會令蛋白混濁 照下去就會變成牙色 就沒有那麼通透了 然後就越新鮮 對 如果我們看到很多蛋 現在有不同顏色 有很多不同的,有很多款式 有什麼不同 其實都是不同的雞種生出來 不同的蛋 你是否可以賣的? 也有的 拿點來看看 我可以看看 有什麼分別嗎?一鴨下去 其實這邊就是雞蛋 雞蛋也有三種 這個就是胡骨蛋 這個就是美國白蛋 這個就是東北啡蛋 看起來完全不同顏色 對 因為不同的雞生出來的蛋 都會不同顏色 白雞生白蛋,啡雞生啡蛋 原來就是這樣? 就是跟雞毛的顏色分辨嗎? 對 就是他們類似我們人的膚色種族 對… 生出來的寶寶 很可愛 打開有什麼風潔? 打開,蛋黃都會有不同的色差 因為他們吃的飼料不同 就會影響到裡面的顏色 湖北蛋會比較深色 湖北地方的牆會走地 吃的東西會比較天然 美國白蛋和東北啡蛋 雞大多都是農養的 他們吃飼料 大多都是粟米、稻穀、小麥 吃出來的蛋黃就會更濃郁 但有沒有誰比較好吃? 對 其實如果香濃一點 就會是湖北蛋 因為質地和口感會比較濃 美國白蛋吃下去的味道會較淡 但是吃下去的質感會比較滑 而且會比較厚 因為始終白蛋會比較健碩 出來的蛋白會比較多 一滴,兩滴 欣欣,你在做什麼? 為了做一個完美的精髓蛋 那個比例一定要很精準 精髓蛋要這麼複雜嗎? 你當然沒聽媽媽說了 精髓蛋,完美比例 兩隻雞蛋滿半碎 我不會 我們今天可以來試試 究竟精髓蛋不同水的比例有什麼分別 首先,最重要是對照做全蛋 就是完全不加水 對,然後還有兩個不同的比例 一個是兩份蛋,一份水 然後還有一份蛋,兩份水 首先,第一件事,先把細小出來 然後過了 這樣會更順滑,對嗎? 對,質感會比較一致 好,接著把水和蛋混合 好了,可以了 我們先試吃嗎? 對,我分一些全蛋給你 好 好像蛋撻 對,我覺得它很可愛 看一看 我眼睛彈起來 是硬的 而且蒸得很粗糙,很粗糙 試試看 裡面看得出有很多泡泡一粒粒 我覺得這樣就像玉子燒 對,它成分一樣 不是…阿Bee,質感不像蒸水蛋 對,好像在吃煎蛋 但還沒煎香 這個是兩份蛋,一份水 對,我們先嘗一嘗 看看 很硬 很彈彈 不太好似 開始像蒸水蛋嗎? 似的 像蒸過爐的蒸水蛋 不過很硬 還是不夠好吃 嘗嘗這個,是兩份水 是,兩份水,一份蛋 它是有凍尿的感覺 對 我先嘗嘗 不行 我聽到聲音好像成功了 好吃,只欠了豉油和蔥花 就完美,可以拌飯吃 對 它是可以滑滑腥的 原來最佳的比例就是 兩份水,一份蛋 而且蛋味更容易吃到 對嗎? 對,更容易融化在嘴裡 不錯… 到底為何加水在蛋裡 就會變成好吃的蒸水蛋呢? 你…算了,還是不是問你 我先問專家 本身是蛋,如果加多一點水 在蒸水蛋的時候 其實在說一些蛋白質 在加熱的過程中有凝固的作用 蛋白質的排列就像網狀一樣 如果有足夠的水分 可以在網上保留住水分 鎖住水分 蒸出來凝固,凝固了之後 狀態就像啫喱很軟滑的質感 下一節回來,我們跟明廚去玩吃 鴿蛋菜式我真的沒吃過 還會學煮好考功夫的桂花瓷 除了我們經常吃的雞蛋 蛋其實還有很多種 這麼多隻蛋,怎麼分的? 對,這個是初生蛋 這個是烏雞的雞蛋 這是我們普通常吃的雞蛋 這是鴨蛋和鵝蛋 鵝蛋?這麼大隻嗎? 對,其實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的 差不多三倍這麼大 好,我們打開它 好 別緊張 實質一點,對吧? 碗會破爛嗎? 打開 很大隻,但很大 鵝蛋 好,我們先加點油 你打算煎太陽蛋嗎? 對 很少看到太陽這麼大 慢慢滑下去 先試試看 使它成功,幫它失敗 很大隻蛋 吃完了 它的質感跟普通雞蛋很不同 對,好像小小煎 對 蛋我好像蛋白一樣 蛋白簡直是透明的 我人生第一次吃鵝蛋 來吧 馬上試試 吃完了 跟普通雞蛋差不多了 是不是不是煎,還是煎? 炒 不如做蛋糕吧 接著我們去跟明廚找吃 鴿蛋菜式我真的沒吃過 今天帶你來,知道你年輕 很少吃的食物 今天我們吃白鴿蛋 白鴿蛋? Martin,你吃過嗎? 白鴿蛋? 是否刺一串燒烤的 那些鵪鶉蛋 鵪鶉蛋 不同的? 我們今天吃白鴿蛋 我想乳鴿你們吃得多 乳鴿蛋 對 白鴿蛋真的很少見 因為它很難找 第一道… 我們煮個頭盤,你先看看 好… 這三個是廚師幫我們想的 就是鴿蛋三弄 我們有個菲子少 有三隻天鵝 你會看到旁邊炸了白鴿蛋 我從來沒看過這麼豪華的蛋的盛宴 白鴿蛋比一般的雞蛋小一點 口感比較香滑 蛋味濃郁,適合任何女士吃用 當然,男士也可以吃 滋陰是補神的 白鴿蛋很有功效 Billy哥,我們先吃哪一個? 我們當然想先試試菲子少 因為裡面也有一隻白鴿蛋 它裝荔枝裝得很別致 裡面的白鴿蛋可以試試 實在是透明,而且它真的很硬 但是攪拌下去會很滑 其實它吃起來 跟平時吃的鴨腸蛋或雞蛋 味道不算很大,有很大分別 但你吃到那個蛋香嗎? 吃到 蛋香很香 對,好像有點耐心 對 而且它三層口感 外面是粒粒的脆 中間變成鹹水閣的鹹水閣 對,鹹水閣 裡面又是一個彈牙的蛋,三層 然後我們吃一個蘿蔔絲酥餅 但是阿柱也很努力 就是在這個蘿蔔絲裡 也包好了白鴿蛋 很鴨 我吃到它的酥很鬆 很香,很好吃 如果你看不到這個蛋 就以為好像蘿蔔絲一樣 但是咬下去真的很軟 對 而且它的蛋白好像沒有平時的硬 已經好像化開了 這是白鴿蛋的特性 所以為什麼說這個蛋難找 但是真的很好吃 現在我們可以試炸白鴿蛋 這樣看起來好像奶黃糯米糍 好 蛋黃很香,很軟,可以咬下去 然後外面就煙燒的 超香 Billy師傅,這是什麼 這是黃酒煮雞 女士怕冷就最好 因為用薑煮 今天特意請你們吃,特別一點 平時黃酒煮雞 有些人喜歡用雞蛋放進去 放雞蛋 我們今天呢, 你看 厲害 變成白甲蛋 對 整個黃酒煮雞貴了很多 貴了很多, 我也說過 對 我現在嘗嘗這隻白甲蛋 整顆吞就很有快感 對 醫學來說, 它可以補中氣 滋陰 滋陰 補腎 對 吃起來好像豬腳薑的蛋 因為有薑味和蛋 但加了很濃郁的雞湯味 超級濃厚 這個很棒 這是甚麼?必義師傅 這個叫金屋藏嬌 金屋藏嬌? 我看得不錯, 沒錯 為甚麼 因為裡面除了有芒果 我們最主要是白甲蛋 它就是嬌 對, 當然是嬌 為何床呢? 它還有一個很暖的 這個就是椰汁做的粉 你看到很滑 加上白甲蛋, 滑上加滑 看不到還可以製作甜品 對 我馬上來嘗嘗 記住一口 這麼如果不鹹 你可以用拿著 來疲作甜品 不像是 它不像剛才吃的煮蛋的感覺 因為這個是師傅 就像西式做法 做到它放入蛋 雞湯不需要煮熟 咬下去的時候 滑倒下去 好像不需要怎麼咬 我一口就吞了 我也是 我們什麼蛋都吃過了 是 這次我們給你一個挑戰, 你要不要 考我 這個據聞是中菜裡所有廚師 聞風喪膽的蛋菜式 是嗎? 也是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桂花刺 材料真的準備好了 其實我想看好像很簡單 其實材料很少 對 現在先炒芽菜 為什麼呢? 我們想炒芽菜 令水分比較快 因為最濕是它 對… 把雞肉爆裹 你可以幫我把芽菜放進去 好 兩塊匙羹, 放一點鹽 放一點味道, 少許糖 少許糖 放一點底味 少許胡椒粉 差不多軟了 少許就可以了 我們關火 好 不要太久了 芽菜在平水 你幫我加少許鹽 雞蛋 對 少許胡椒粉 你幫我拌拌 煮這個不要太多油 太多油會比較難煮 你看到鍋豆熱 我們調小火 對 調小火 好, 幫我倒蛋 好, 倒蛋 倒進去 好, 接著呢… 很大火 收小火 對, 然後… 好像炒蛋 炒滑蛋 要炒得像桂花 桂花 桂花 桂花一次就是這樣 對 一直將它… 刷至… 弄爛它 越來越碎 對, 越來越碎 越來越乾身 所以不可以大火 對, 而且一秒也不能停 對 失敗就是… 好, 油多 比頭多 為什麼? 油多的時候, 它就沒有張力 不能讓你這樣磨擦 變成小小粒 那就是易叫鑊那些就… 沒有, 易叫鑊那些就… 沒有, 易叫鑊那些 那些塗層都掉了 就是它就會滾你滾去 它就不能散散 沒錯 現在可以了嗎? 可以了 很漂亮 很漂亮 真的像桂花碎一樣 少許油 我們放一些紅蘿蔔 放下去了 好 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好, 接著呢 我放芽菜了 芽菜 好, 你替它放數次 數次就可以了 是 先放下去 替它放一點鹽 鹽 對, 放一點糖 放一點糖 胡椒粉 胡椒粉 其實現在要大火 因為芽菜會出水 一定要用大火 對, 不用 否則芽菜太小火 可以按下去了 現在可以放一點 放一點 等一下可以嘗嘗味道 看看夠不夠味道 夠嗎? 試什麼… 味道 我不知道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肚子就可以了 麻油… 麻油多少? 沒有飯, 就這樣吃了 夠味道… 夠味道嗎? 夠味道 夠味道 搞定了 是不是很容易? 對, 看起來很容易 上碟 好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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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雪中的菜式 是很健康的菜式 而且很漂亮 吃起來真的吃到蛋一粒粒 除了一條一條的爽口刺 芽菜之後 就會看到一粒粒的蛋 很香在嘴裡散開 對, 沒錯 這就是這個菜式的關鍵 心機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學到東西 吃飲, 不夠吃了 香港人最重要是有湯飲 吃飲, 還要吃煲 下一集教你怎麼煲最好 整個菜式都在渣上 真的嗎? 不是在湯上 最近很多人流感 先鮮化了譚 常見的配料 就像陳皮 燉湯我想分享一個最重要的技巧 熱湯、熱馬、熱鎮 小火 店 大火 店 大火 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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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 店